今次所讲的是怎样建立一个很深深爱主的心 因为有人跟我反映 他说牧师 你随时随地 耶稣你真是爱我了 耶稣我很爱你 随时随地 我想到耶稣爱 我想到我爱耶稣 都随时神的喜乐 神的爱 神的能力 涌流在我的里面 但很多人来说 是觉得很远很抽象 我就很想帮大家 去能够好像我那样 一步一步去到这个位置 那这件事是需要时间的 就是需要建立的 那我其实上一堂已经开始讲这件事 上一堂讲到证明神的证据 因为当你知道神的证据的时候 这个你可以上去看的 其实你看这个 上去YouTube找叶牧师的时候 你找这个圣灵事务训练课程 讲到课程 那些教导和教导 你看到有个编号的 有个1,2,3,4 一直这样数下来 那你数到现在大约50号左右 那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堂都这样跟着的 上一堂你可以找回的 不过没放在上网 会迟些放在上网了 就是讲到证明有神 证明有神有什么重要性呢 对于亲近神 有重要性的 就是耶稣现在在这里 当你讲耶稣在这里 不是假的 是真的 他真的会来帮你的 当你遇到困难 耶稣真的会帮你 当你和人说邪 耶稣真的会跟你在一起的 无论你做什么 神都会祝福你的 那这个是会帮到我们 去真的和神有密切关系 并且深信他在爱着我们 在爱着我们 神现在在爱着我们 祝福我们 这次我们特别讲到 如何建立一个爱主的心 以及能够整天都 喜欢神和爱神 其实如果你能够 整天都喜欢神 已经是很容易圣灵充满 整天都觉得神你真的好了 神你真的好了 很多事情难了 我估到困难 很多麻烦 人的问题 我怎样可以 我觉得 不是这么觉得神爱我们 当你看麻烦 你可能你转到麻烦 你就觉得自己很惨 但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当阿当犯罪的时候 神就跟他说 他说你耕中的时候 第二要为你长出 荆棘贼 就是我们个人都有困难 有困难代表神爱我们 只是人生必须有困难 但你依靠神 你就在困难中可以有喜乐 所以当你说想经历神的帮助 或者爱的时候 不是说 神啊 我的困难走完 我就相信你的爱 如果你这样的时候 可能你会等很久 你都没 那些困难走完 譬如一个例子 如果你的丈夫不好的 你就祈祷 神啊 求你帮助她 真是爱主 跟我一起回教 一起服事主 可能你等很多年 她都未必这样改变 那是不是这么多年 你都不喜乐呢 所以不是要等到 你的困难改变 而是你在困难中依靠神 当你依靠神 你更加有平安 不发怒躁 不是那么急 不是那么猛 他慢慢会改变 你对他温和一点会改变 你的内面改变 你对他温和 他就会改变 他虽然改变的情况 每个人不同 所以不要因为困难而难了 你有困难的时候 总有方法处理的 其实你当是 看另一个人的困难 你就会有方法处理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 你可以问我的 我们以前都讲过 很多处理不同的问题 人的问题 但这次注目在神的爱 但为什么我要讲一讲 这个处理问题呢 因为有些人说 一路听神的爱的时候 一路在想我的问题 神都未帮 那就是神未帮爱我 所以我想大家不要这么留意 就是说 就算有困难 神其实在爱你的 就是你有困难 神可以困难捉给你的力量 在困难中去提升你的 像这个小孩那样 看着耶稣那样 很欢喜那样的心 整天都喜欢耶稣的心态 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如果跟神建立一种 心的爱关 就是深信我们整个生命 都在神的手中 是不能走不掉的 你越跟着神就越蒙福 就是神就创造我们 我们生命在祂的里面 越跟着祂就越蒙福 你越逃避就越困难 很多人以为 世界上最重要是搞定钱 搞定健康 搞定家庭 结婚生子 又又搞定 接着我有时间去教堂 就是这种观念 就是教堂 耶稣排行第二十的 就是放得很厚的 这样的时候 就是耶稣不是创造天地的神 我们要知道就是神创造天地 整个世界在祂的里面 我们在祂的里面 自然你的生命就无福 这个不是因为我是牧师 所以说是谁的人去跟耶稣 而是真是我们经历到 也是圣经应许有证据的 好了 圣经讲到诗篇二十四篇 一起读一下第一节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和华 就是整个世界 但是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地所充满 就是所有一切的东西 包括什么大楼 哇那些大厦很贵的 什么街 哇那些物业很贵的 那些都在神的手中 神要赐给你的时候 就会属于你的了 神会为你而为 有些人呢 我们上一次分享 这个苏格兰的牧师 就是有人跟他说 这个三层楼的屋就是你的了 哇他最初觉得没什么可能 是神启示他才有 然后后来有这个预备 神就真的赐给他 是一年 整年不用用租金的 然后那些租金又是便宜的 这个是神将那个地方赐给他 世界和住在期间 都是属于耶和 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整个世界 我们都是在神的手里面的 多罗西书一章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为的主自的 质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给他做的 有是为他做的 这里讲得很重要 有一个真理 很多人没有留意到的 就是万有都是靠耶稣而做 无论天上地上 能看见不能看见 不能看见 包括空气 包括天使 魔鬼 邪灵 这些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为的主自的 质政的掌权 无论有权为的 或者是无权为的人 一切都是借着耶稣而做 基督而做 上文讲的是基督的 又是为基督而做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是为基督而做的 比如说 你去订造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是没有的 比如以前香港是流行做货的 不知道你那时代有没有 就是那些货不是去店铺买的 是去度身 是师父做的 订造的 那条货订造就是你的了 跟你的身形的了 那时候我都 那时候很便宜的 订造的货是很便宜的 几十元有一条订造的货 那时候几十元是贵过现在很多的 但几十元有一条订造的货 这条货就是属于你的 是为你而言的 就是度身订造的 我们是为基督而做的 是为基督度身而做的 每一个都是 每一个都在神里面有份 有一个重要的身份 你是为他而做 是度身订造的 我们是很宝贵的 但是你和旁边的一个 你是为基督度身订造的 你的生存是为了基督的 他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很简单 这条货是为你订造的 如果你不穿 你比肥佬穿 是不适合的 这样的时候 这条货就失去了 它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当它穿在你身上 就称身的 对的 所以我们都是 我们好像那条货 是为基督而做的 我们在耶稣身上就对了 不在耶稣身上就有很多问题 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 其实根源都是属灵的问题 和神的关系 就会造成很多内心的问题 心灵的痛苦 家庭的问题 你发觉 一个真爱主的人 他无论在他的言语行为 他的内心世界 他的睡觉 他的健康 他的家庭 他的侍奉 最终于都无福的 但是你看一个 不听神的话的人 经常都是说 哎呀好惨啊 好痛啊 好烦啊 睡不着啊 很多病啊 就是很多这些问题的 你见到 那些听神话的人 真的每天都无福的 我希望大家就深信 真的你走在神的路上 是最无福的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走在神的路上 他们就无福的 所以我们是 藉着一起读 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 又是为他做的 即是说这些一切 现在看这个图画 就是阿当夏娃 和这些万物 都是为基督而做 全部一切 其实是做得很漂亮的 是不是 全部都是荣耀神的 不过这个世界很多人离开神 但是他们失去了 不代表我们要失去 诗篇139篇第七语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懒两句 躲避你的灵 我懒两套 躲避你的怡 是不能走鸡的 讲到话 不能走鸡 有很多人以为 我走鸡 我要走去做什么 我要走去什么 这个世界玩 玩玩玩玩一轮先 是没有走鸡 你走了 只是自己受苦的 我听过一些人 以前说 让我放假先 放假不回教会 不新人神先 让我看看 他好像先松一下 我现在不知道 为什么不碰 因为他们找不到 如何在耶稣里面 可以碰 其实找我的人 很多人找我 我觉得未必完全是熟灵的问题 睡觉睡不了 健康问题 家里吵架 邪灵的问题 很多不同的 什么问题都有 我去帮助他的时候 我帮助他认识神 得到神的恩 也都帮助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又得到解决 之后 神就是祝福每一件事 当你逃避神的时候 反而他是受苦的 所以不要走鸡 不要想着你逃走 不要想着你用其他方法 是没有的 你跟从神就最好了 你越逃走 你就越辛苦 越多困难的 诗篇16篇第4节 以别臣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受苦必加真 就是不跟从真神 跟从别臣 或者不听神的话 就越受苦越困难的 所以越跟从神 神就越大的恩典 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 约白记12章10节 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 诗篇104篇29节 你掩面他们越经磨 你收回他们的气 他们就死亡 归尘了 这个讲到活物的生命 人类的气息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不能自夸 你向神去夸耀 神一收回你的气 什么都没有了 下面那里 掩面 下面的经文是讲到动物的 当然也都应用在人的身上 就是一掩面的时候 收回他们的气 他们就死亡 大家都听过这个李小龙 真的中国人是很体重李小龙 但李小龙在他最旺的时候 他就做这套电影 死亡游戏 这个死亡游戏似乎是游戏 但却是他自己就做都做不完 并且我是刚刚在他死之前 他是1973年死的 两个礼拜他上电视 他上电视 他就访问 当时就是因为 同一个导演 有些冲突 导演就说他什么都要挤他 就是要挤他 他就找了何守信 何守信这段东西 都放在上网 你看看何守信 1973年 就是上YouTube那里 去讲这件事 他就说 他说这件事是什么事 李小龙就说 我是很多个人 他用那个串颈 就是手垫着他的身体 接着他用他的颈一收 立刻那人整个弹了 他就说 还有挪威呢 不是挪威何守信 他说我肩膀 他说你打的时候要放松 要顺势 那我示范 就在电视上示范 但是他说 劲是很劲的 如果你阻挡 你可能会挖到脖子 你不要阻挡 你顺势 跌到沙发就可以了 就是他顺势 何守信 是很劲的 他就当时示范了这个东西 但是当时我看电视 可惜这个片段是没得看回的 烧了 不是 因为电视记录的 以前那些不是好像现在 那样上网 没有上网 我当时见到李小龙是怎样 表情呢 是这样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他头额起的 是很沙沉的 那他自己的太太也都说 Linda也都说 他就说 他就说 李小龙是沙沉 他是自信 就是 他说我初来认识他 他觉得他沙沉 后来他自信 但是你会发觉 他说话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 会很喜欢 握起头 那这个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可以 那我也有一次 很特别的 就是神呢 有时候会认识的人 我有一次呢 我以前是 讀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就是学校就问我 你可否在你的房子 让另一个人 躺在一个房子里 那个人呢 就跟我聊天 他说是中国人来的 他就骗了一个中国人 他就是 认识李小龙的 他说以前 和李小龙一起 就练拳的 后来就见回李小龙 他跟李小龙说 就是 首先是他们武术 切磋 李小龙就叫他 就是他试一试他一脚 一旦 他踢出十尺之外 然后这个人呢 他就跟李小龙说耶稣 李小龙回答他 我需要这些东西呢 就是 他的心态 我不需要 我那么厉害 我需要这些东西呢 但是呢 其实那时候李小龙已经死了 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就是说 其实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 但是他一起 神一收回他的气 什么都没有 我们一切都是的 其实我们有生命 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愈给神用 神就愈珍惜我们的生命 我都祈祷求神 让我长点命 很多人来说 七十岁 退休已经算早 但我七十岁来说 七十岁到现在 只是六年而已 但是我来说 我是绝对不想六年退休的 我觉得我现在呢 正是我人生最旺盛的时候 因为最多教导的时候 我想呢 起码呢 十六 二十六 三十六都要 去到一百岁都 一百一十都可以 就是不知道 像我一百二十岁 有几场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生命给耶稣 求耶稣保守 但是如果我骄傲神 可以一下子拿走我们的气 拿走我们的生命 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很多人说 我离开逃跑神 我去做我的事 但是你发觉 整天都撞崩头 整天都辛苦 那既然是神掌管一切 何必去跟他争呢 反而呢 将自己的生命给耶稣 好了 首先第一点呢 讲到就是神掌管一切 一切了神的手足 接着这一点呢 就是讲到神祝福信靠 亲近遵从的人 三点下 一起讲 信靠亲近遵从 经常记神这些衣服 再讲一次 信靠亲近遵从 就是经常信靠他 信靠神的一年 又亲近他 又遵从他 遵从他 包括发挥 就是给神使用的 不是只是做 不要犯罪的 而是生命去发挥 都是遵从神的 神就说什么 你是很厉害的 欣赏你了 立刻神就会欣赏你了 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 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 《马太六章33》 《先求他的国和仪》 一切加给我们 这个经文 其实包括神的应许 是不是 很宝贵的 我希望大家祝神 这一切都加给我们 你需要的东西 神会加给你 虽然他未必按照理想 你想就最好有一堂楼 最好有什么什么 最好什么什么 不用担心 但是其实神的方法 未必是先给你 神老的事是到时会给你 那你说我想快点有 但不要紧 你总之依靠神到时就有 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抗野下 走到那里才有的 去到那里可能都要 比如喝不到水的 以后后来才有水的 即是在困难之中 但是神就会开路的 这个求神的国 什么意思呢 第一就是恩典的国度 就是求祈求 还有努力去带人进入恩典的国度 就是神的救恩 这是第一 这个国度就是神的救恩 第二是什么呢 神的国就是那里 他做王就是神的国 如果神你的心作王 神的国就是你的心 如果你的家神作王 神的国就是那里 如果你的教会完全是神作王 神就在那里 但是你看看 你的内心是否全部听了神的话呢 所以说圆灵的国降 当你祈求的时候 你就是神了 我的心给你 我听你的话 在家里的时候 真的听神说 不要发脾气 用柔和的心 用爱心 这样你就被耶稣做主了 在教会 有没有纷争呢 其实纷争有时就是人不挙另一个人 其实他好不好是神会追讨 需要你去追讨呢 他又做得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们可以的 劝道他 但他不好 我们不用发怒 又不用抗拒他 不用拒绝他 接纳他 祝福他 反而你可以提升他 不是我们看到人的罪名去帮 去帮 但是用柔和的心 接纳的心去帮 当你先求神的国 就是说 多些人相信耶稣 和我的生命也相信耶稣 我的心所想 我的口所说 全部都是被耶稣做主的 这样的时候就最后 你的家是否居住 被耶稣做主 你回家时做的事 是否被耶稣做主 是否耶稣说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有没有什么 耶稣说叫你做 但是你偏不做 耶稣叫你不要做的 你就是要做 有时我们就有抗拒感 我记得曾经我探过一个妈妈 她的女儿那时候很小 这么高度 可能是四岁 她妈妈叫她开灯 她走过那个灯 就是她特意不开 她走 四岁 她就是要抗拒她妈妈 她妈妈要做 她就不肯做 这个就是有时 人和小孩都会有这种抗拒的心 你会不会有时 神要你做 我是不做 我不想做 我不服气 神了 我不服气 为何你要我做 为何祂这么不好 你要我做 但是我们说 我做的时候 神就会做事了 这里讲到信靠 亲近遵从 我这先所讲过的 就是凡事 依靠他 他必成全的 神会 信靠就是 我信靠神会帮我的 亲近就是 神在耶稣里面的 遵从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够尽力 当你遵从神 便会凡事祝福你的 诗篇103篇11节 一起读一下 天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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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他的前外向敬畏 他的人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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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大 在太空那么近的距离 但是在整个宇宙更远 神的爱这么大 会来到我们身上 哪些人得到呢 是敬畏他的人 不是 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他信耶稣 为什么他没有呢 原来信耶稣里有普遍的一念 圣经讲到 神用日头照好人 也照大人 降与给义人 也都降与给不义的人 不义的人 都会有神普遍的一念 但是讲到整个生命的祝福 耶稣是唯有敬畏耶华 遵从神的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一念 这些人才得到最高度的祝福 所以你想得到高度的祝福 你就全心跟从神 不是神收到这些祝福不给你 而是当人走神的路 神是争护黑暗的 当心是黑暗的时候 祂就进不了去了 但是当你被耶稣做主 你的心光明 神就能够做主 你跟神有关系 神就能够在你里面做功了 这个经文我们以前讲过 诗篇34篇10节 就是尋求耶华 什么好处都不决 什么好处都不决 神会将各样的赐给你的 创世纪39章2节 有失给祂的歌出 但是祂听神的话 亲的神 祂去到埃及的地 耶华就与祂同在 其实去到那里又要学身语言 又要做奴隶 但是祂有神的同在 以至祂所做的白事顺利 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灾难中 听神的话的一个人 好了 接着我讲 就是神如何超越人 我先讲两点 第一点就是 神是 第一点是 神是 掌管的 一切掌管的 第二点是 神祝福跟从祂的人 第三点是 神如何超越人 就是数算神的好的东西 而我很多时候用人的短处来比较 所以有时候我们见到人的不好 就想一下 他的不好 相反 有时候相反字 是比较好的 但是 所以用好那边的相反 就是神是怎样的 神明显是预备的 是没有人 好似神的美好 是没有人 人不能够掌握前路 人很怕命运不好 所以就会有很多祈福挡出 那你说我不是信那些 但是很多人信耶稣 都是这样的心态 很多时候 那些人找牧师祈祷 都说 我这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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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病 他就不知道烦恼 就造成这些病 他的心态 就只是 哎呀很惨 我前路不知怎样 你为我什么祈祷 就很担心 但是圣经说 你未求以先神 已经知道 所以其实我自己 为我自己祈求的 不是很多 我多些是求神 去发挥我的生命 为我开路 但是我多些是亲近神 和为别人祈祷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世界祈祷 当我关心神的事 是神的祝福 就是人最担心就是前路 最担心就是所有一切 这个就是人的短缺 是吧 很多人都很害怕 就算基督徒都害怕 很多人都害怕 将来会不会有份好工呢 会不会娶到个好老婆呢 嫁了个好老公呢 会不会将来健康怎样呢 就是很多人都害怕的 但是有神就不同了 神是怎样呢 诗篇839篇16到18节 一起读 你锁定这日子 我上面的那日 你都写在那里 你拆上你的身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 武贵旗 数何等众多 我又数点比海沙这么多 就是神已经写在天上 这个意念呢 我希望大家记实记实 就是你的生命已经写在天上 你有没有走过那些牌坊 有些叫做什么 那些中国式的gates 叫做什么 就是一个去到什么村 有个 一个牌坊 你看到牌坊 通常人都觉得很 就是很特别 就是一个地方很特别 或者什么村 什么城 什么地方 那你去到呢 觉得很特别 那你想象 有个牌坊 就是你的名字 这个地方是你的 哇 不是很特别 而这个牌坊是天上 是天上 是属于你的 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 那我以前就讲过 王全道 整天上天堂 他说呢 他上天堂 就看到其实不同的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 有一些特别的人 是有他一个 特别的一间房 这个不是他住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住的地方 他说 比如阿巴拉罕 那个房 就有看到一些星 他看到那个图画 就是看到天上的星 很多的星 神跟他说 你将来你的后裔 好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那么他又看到 圣经里面不同的人物 在他们都有一间房 他的层折 层折他的东西 那我们自己 神都在天上 有一个层折的地方 就是我们也有 神给我们的 这个心灵策 神纪念 我们一切所做的 那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神眼中 是很宝贵的 当你这样深信的时候 你都看到我们 我们其实 哪个人听话呢 今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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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真呢 他们都经历神的工作 我们都可以经历的 当他经历的时候 哇 这些东西就实验了 你一路帮助人的时候 祝福人的时候 神一路使用你 我希望大家 有信心 你的生命写在天上 那你 你想想 你的生命现在 去到天上的程度 没有 去到没有 去到天上 写的程度 没有 没有 你想到去到那程度 啊 其实已经写了 已经给了你 想像你是一个 国家的王子 或者公主 那父皇呢 已经为你预备好 将来 你怎样怎样怎样 已经预备好了 不过后来 这个王子 公主呢 假设 古代 他吸毒 啊 好像中国都有这个 去嫖妓 结果 惹了 这个 花柳 结果 做不了王 这个呢 就是他破坏了 那个原本的计划 那你想要破坏你的计划呢 神给你的计划呢 是最宝贵的 而且你只能够活一次 一次而已 不能够再试一次的 试一次 你会不会跟神的路 既然我们知道神那么真 神就答应了你一条路 你想跟神这条路啊 因为你想我自己 闯一条路出来 你闯一条路 你闯一条路更好 因为神的路更好 当然是神的路更好 所以我们不要信命运 不要怕命运 而是我们深信 我们的生命 是有了最好的计划 那这样的时候呢 你只要走在神的计划 就什么 没有怕了 什么都不用怕了 这里找本书 即是发光的 天上是发光的书 那么呢 以斯拉都上天台 又见过生命策 那就是真是不见到的 王全道也都上天上见到的 还有神掌管前面的路 以赛书46章9节一起读一下 你们要追念上乎的事 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 我是神再没有能给我的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而未成的事 说 我的囚书必立定 凡我所起于的 我必成就 读一下下面的经文 以赛书44章6节 耶路华以色列的救赎主 万君之以外只说 我是首诗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自从我撤入古时的文税能像 我宣告并且指明 又为自己尋说 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 我想讲讲这两个经文 对我来讲是非常宝贵 为什么呢 在我初信耶稣的时候 我是很想知道 我是否真的有真神 因为我觉得 是要知道是真的 我是一个 当时是读科学的一个学生 那我觉得要证明的 那我真的也都找到证明 但是呢 我有一次去读神学的课程 我就问一个很出名的神学教授 我就问他 我说神是否可以证明呢 他说 神是不可以证明的 神是超越 就是他讲到 我不记得他用什么字 总之呢 是没有证明的 但是呢 当我看了这一句 我就发觉神 这两句是神讲到证明的 你看看这个经文讲什么 他说呢 你要追念以前上古的事 因为我是神 没有第二个神 我再没有能给我 那你怎样 你怎样知道我是神呢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而明未成的事 这个是什么能力 预言的能力 我的能力被人知道我是神 跟着呢 我的筹算必立定 即是什么呢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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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言和计划是不同的 譬如好像 譬如你现在看天 今天都凋天了 前两天下雨 看天 你可以预测明天不下雨 也可以的 你都可以的 我们的眼睛 看下都 明天应该不下雨 就是我们会这样想 明天应该不会很热 是吧 我们都预测到 应该可以 因为现在 今天都几凉 今天 有些人都穿着衣服 天气开始凉了 明天应该不会很热 这些我们可以预测 不过有一件事 天气热不热 和下不下雨 跟你有没有关系的呢 就是是不是你制造出来的呢 不是 就是有些人会预测 预测 美国经济业不好啊 中国经济业好业不好啊 可以预测 不过那件事发生 是不是同样的关系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神 圣经的预言有不同 是什么呢 他预先说定 是他的囚算 是他的计划 是他计划 是他计划出来的 所以整个世界计划 我们看到圣经讲到 世界计划是什么 是成就神的计划 所以他不只是 说将来发生什么事 是他使得他发生 既然他使得他发生 即是说呢 我们的生命都可以 神有个计划 他使得事情发生 只要你听的话 他的事情都会发生的 所以这个经文 当我看完 原来神 用寓言来证明 他是神来的 他由古事而明 未成的事 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最后的事 他能够指明 我囚算就必立定 我计划的 凡我所起的 我必成就 这个讲到有些人很特别 神起源 如果有些人说 我喜欢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听到这句话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不好 我喜欢做什么 因为很多人来说 喜欢做什么 就是一些不好的事 但神就不是 我起源的 神总是做好事 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神总是做好事 所以他起源的 全部都是好事 并且是祝福人的 他起源的 一定成就 所以这个经文是讲到 预言的重要性 证明神 就是神是可以证明的 神都想我们证明 尤其是以色列书 当我读的时候 我就发觉了 他就说 这些事应验 就要让你知道 我是耶稣 就是在以色列书 重复出现的 以赛书44章6节 就讲到什么呢 他说 神这样说 我首先在门口除我之外 并再没有灭神 没有真神的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文 就是说 人文都是神所设立的 谁能将我宣告并且指明 又为自己陈说呢 就是能够宣告指明和说明 如果是有的话 请你将未来的事 和必成的事讲明 这里神是挑战其他所谓的神 如果你说你是神 麻烦你将周围来讲出来 在这个全世界是没有人能够 像圣经将将来的事讲出来 将这个世界的历程讲出来的 所以这里他是邀请 任何人说是神 你将将将来的事 发生的事讲出来 那我们看得到 原来神就是掌管一切的 如果神 世界的事都可以掌管 你的事可不可以掌管呢 都可以掌管 还有你在整个世界有个计划 这个其中第一点就是 讲到神的特别 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就是我们的应用 如何应用呢 我们想一下神真是好 但我们前面 你份工怎样 你知不知道 你家公司怎样 你知不知道 你多长命 你知不知道 你的健康 你知不知道 你家庭 你知不知道 很多人会很害怕 很担心 但我们知道 神知道 并且他写了心灵策 只要你听神的话 神的计划 成就 我们就不单止不用怕 并且可以发挥 可以大大的发挥 极大的提升 其实我现在的讲道 和我十年之前 是很大的提升 是神给我很大的 就是很多教导 是极大的提升 现在这些是送给你们 你可以用的 你可以用了我的教导 去讲出来的 我不会追究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版权的 轻松得性 是不会追求版权的 是你可以用的 你可以去大大的使用 就是 我这么多年 积聚的这些的教导 神给我的教导 是可以给你 可以你很快的提升 又那些教导 如何成年充满 为人旗 如何做释放 你可以很快的提升 你可以很大的 给神使用 就是说 我走了很久的 预备你 你一声去到了 去到的时候 给神为你计划 可以走出来 是不是这样 我看到神真的好 因为我们看前面的路 可以很放心 是吧 很轻松 所以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神你真的好 你为我预备前面的路 为我预备前面的供应 为我预备前面 我是怎样走的路 我们前面的路 我们就不用再担心 不用再忧虑 并且可以大大的发挥 那你会不会 对于自己前面的路 满有盼望 有 好想走出来 并且有信心 一定成功 是的 譬如很多人做了一些东西 是不是一定成功 譬如说 我要什么 成了一间公司 赚很多钱的 是不是一定成功 不是一定的 很多事都改变了 前一阵子 之前不是很多人 建了很多药房 是不是 哇 建了药房很多人来买 怎样知道 一给几个人 一边搞一轮 一班人搞一轮 之后 那些人就很少了 那些药房就缩了水了 很多人都投资了 但怎样知道 那些客人就少了 就是说 你以为可以 但是跟着又不行 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很不同 神是掌管了 所以 有这个神好不好 所以你从早到晚 神有你真是好 我前路有你安排 我什么都有你安排 你一切都掌管了 我什么都不用担心 一天就跟神这样说 我就是常常都跟神说 啊 真是好 耶稣祝福我真是好 耶稣会提升我真是好 我前面的路 会是美好的 感谢耶稣 无论我有多长时间 不要紧 但是神给我有健康 有力量 感谢神 哈利路亚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相信 或者是一刻走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锁匙 我下一次会继续讲 神各样的美善 当你越看 哇我们的神这么好 你就说 哇我走在神里面 真是没有有怕 是没有有怕 因为在我背后 是支持我们 那是极度强劲 掌握前路的神 是充满能力的 在网上我见过一个这样的见证 有个小朋友 小小个 他家里是做巫術的 他都看着他的马 怎样 咒了一个人 看着那人 咒了死 看着他 就立即咒死 我也都懂得 非洲牧师的话 他们那些非洲牧術 他们有一条 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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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就病 一样就死 那种咒座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这个小朋友 小小的时候 他妈妈想着 把他 献给那些 邪灵 做巫师 到一个时候 那些人 走来 因为他妈妈 就是五尘钟 圣灵充满 他就祈祷 但是 当他抵抗不行 他们就找那些巫师 走来捉 那个小孩 捉 捉的时候 忽然间 就是他们 捉着他走 忽然间 那两个大人 害怕得不得了 那接着 那个小孩 一转头看 有一个很高大的天子 那两个大人 就很害怕 结果就放下了 这个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 后来都一直在巫述里面 并且死过 有很多事情发生 但最后 他都信了耶稣 被耶稣大大改变 变成为巫师 就是 很多这些 见证在网上 如果你懂英文 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这些见证 就是说 这个小朋友 虽然他的家人 想他做巫师 但神有他奇妙的计划 我们都是的 神有个奇妙计划 你和隔壁都说 神在你心里有个奇妙计划 你不要浪败了他 你不要浪败了他 你又不用担心 又不用担心 又不用忧虑 又不用担心 又不用忧虑 有神 每天都说 试试大家 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说 有神真好 我不用怕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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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那些人 在怕被人炒鱿鱼 不用怕 但是炒鱿鱼不用怕 因为神会为你开牢 好 我们有个祈祷 就是所谓的恩代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看到神 你的掌管一切 我们看到神 你的超越性 你的慈爱 你的能力 你是掌权的 我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们的前路 都是你的手中 我们只要走在你的路上 我们信靠 亲近遵从你 我们就凡事蒙福 所以我们有信心 并且我们喜悦神 我们时时喜悦神 我们就能够时时被圣灵充满 我们敬拜时就能够投入 全心投入 因为我们想到神的美善 多谢赞美主 你帮我们活在神的圆理计划之中 感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其中一个原因 我有这两堂教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有人说 有些人呢 我有一个敬拜 Hallelujah 耶稣 我爱你 Hallelujah 耶稣 我爱我 有些人说 耶稣 我爱我 他就在说 你干什么 你这么投入 耶稣就看不到 怎么爱你呢 我这两堂就是想大家去看得到 耶稣是真 认识他在爱我们 祝福我们 你就每天跟自己说 耶稣在这里 耶稣祝福我们 还有你一路享受神 你就会发觉 神很真来他身上 就让你知道神很真 你就有信心随时 耶稣我真是好 真是有福 你跟我说 耶稣我真是有福 你常常都爱我 常常都爱我 常常都祝福我 我是无福的 我是有福的人来的 我是被你所爱的 我要全心爱你 全心跟从你 当你现在是这样的时候 整天都喜欢神 你就自然 随事随理 当你听了 Hallelujah 耶稣我爱我 我爱耶稣 你就会说 我都能够全心这样做 当你一直都是这样 整天都算神的一些 你就能够活在神的爱中 我希望 我们整班人都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有能力 不要说 哎呀 可以啊 我现在说到还没可以 但你还没可以 当你有神的同在 你就 整班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立即变成婆罗麦提升 你们很大提升的 你们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小看自己 你是会大大提升 当你整天在神的同在 神就将你改造 信不信信 神就将你改造 神就将你改造 整个人变为新人 在几个月之内 一路变为新人 阿里女儿 阿里女儿好 祝福大家 阿里女儿好 祝福大家 阿里女儿